创业来讲的话 其实是艰难险阻 千死一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世界当中具不具备 一个反脆弱的一个能力 它的背后 其实可能是思维的转变 就是左边的两个相线 跟右边两个相线 它完全是不是一个物种 我就要和人打交道 我就要进入地产行业这样 他们都不是我 他们只是给我 好心的一个建议 真正哪个适合我 只有我自己知道 想赚钱的话 无非就是开源跟节流 开源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想法 那节流的话就是 从水日吧看几个生 在某一个赛道上爆发 你是觉得应该是要走深 还是走宽呢 无论是父母怎么管理你 然后最终都是一个自我探索 一起来听地产人的思维闪耀 这里是硅谷地产原桌派 第二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突破舒适圈 挑战人性的城市之道 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请到了三位特别优秀的嘉宾 他们分别是孟希 我们来自BQ地产的 我们的优秀的经纪人 也是我们女性创业者的典范代表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 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Jay Jay是大厂的精英 并且他是好几杠的斜杠青年 也是我们在小红书上的 这个influencer 欢迎你Jay 大家好我是Jay 很荣幸来到BQ 欢迎你 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 BQ地产的创卖人 也是我们BQ最大的不动产 资深的耕耘弯区地产多年的 匠人broker Bill 大家好 其实今天请三位过来 主要是来聊一聊创业的这个事情 其实来讲呢 无论是我们做一个full time job 还是说我们做一门创业 可能前期的一个准备和一个 trigger这个点是挺重要的 二位今天的经历一定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 我们先从这开始好不好 就是聊一聊你对于创业这个点 是怎么trigger你说 我要转行 我要换专业 我要转行 我要去尝试不同新鲜的事物呢 我爸妈会经常带我出去做一些地质考察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会带我去挖化石 其实小孩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在心里面其实对地质也不反感 所以他们给我选了这条路 好那我就走这条路 对吧 到了大四的时候留在国内还是出国 我妈这个时候再次接入进来跟我说 你将来读研究生的话就来读一个石油工程 对吧 一是能把你将来以前学过的地质学的这些知识用上 然后第二的话 也考虑到将来能够进入石油圈的系统 然后把他们的人脉资源给用起来 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就相当于是一个铁饭嘛 对 我到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觉醒 我相当于还是在按照他们的给我规定这个路子在走 然后直到我出国之后 我开始按部就班的学习石油工程这个专业 然后慢慢的学习就发现 我们专业里面的这些教授 实际上他们都是定业 然后也非常professional 但是我慢慢就发现 这个专业它并不是特别有活力 就是说我们用到的PPT 就是上课用到的PPT 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的PPT 那种创新性 然后包括这个前瞻性 都不是我所预期的那种 然后我是在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觉醒点的 我觉得父母给我选择的路 我一直是按照他们的路来走的 那我有没有可能就是说 自己给自己选一条路呢 我在这个觉醒之后 我中间gap了一年 然后回去回国之后去研究这个AI还有局块链 然后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不再按照他们的路走了 然后我就自己给自己选一条路 由此开启了我的这个 Center Science转行之路 对 你经常说要遇到贵人 对吧 其实我们刚开始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最大的贵人就是父母 其实不能怪父母说 给我们选错了行业 或者说父母没有那个sense 其实他的父母也没有教过他呀 他只能说用他的认知的层面 给到我们最好的前瞻 对吧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父母 其实对于你来讲 是想给你一个稳定的生活 这个是完全没有错的 对 然后但是到后来可能你会发现说 我希望做的事情可能跟他们的规划 不那么一样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就说 我这个时候我要takeover了 我要来做主了 那我觉得你能你很有勇气 因为我知道转行是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你要突破你的舒适圈 其实在我们地产行业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BQ地产是在 弯曲非常极少数的地产公司 能前瞻到说做自媒体这块 然后您当时是怎么看到这个风口 风口我们不看 我们去寻找 探索 包括说我去做销售 教育课程 不是为了钱 是我要有这方面的一个经历跟经验 首先是一个兴趣爱好 对吧 然后你想去探索各种各样不同的领域 还有不同的 这个提升自己不同的能力 第二个呢 风口啊 我觉得如果你能抓住了 其实是能拉到很多的红利的 那时候大家可能还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短视频 知道都是长视频 但是那个不成气候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积累 那短视频呢 是2020年就开始 那个时候 我就在看整个媒体方面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趋势 现在这个市场上 有哪几个产品 我们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就是小红树 那时候没有把它纳入到我们整个的关注的范围里面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看到非常的突出 当时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去开发这个短视频 作为我来讲的话 我有自己的兴趣 第二个呢 我有意识的去寻找这些 可以拿到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像当时我们做的话 其实很容易 因为没什么人做 你就是做的内容太差 也没关系 照样有流量 但是现在很努力很努力 你还是没有多少流量 任何一个行业 任何一个机会都是这样的 那像墨西 我知道你作为这个 咱们BQB上非常优秀的经纪人 然后也是女性创业者的典范 其实当时你从实验室的角色 转化成为一个与人打交道的一个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法学 可能之前是跟data打交道 对吧 然后现在是跟人要去交流 要去沟通 以及说女性创业的本身身上 就有很多tag 你要做个好妈妈 做个好太太 对不对 所以就是其实不容易的 我也想听见你的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一些感悟 我和G是截然不同的 就是我的父母是非常民主的 就是文理分科都是我自己选 然后大学的专业自己选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 无论是父母怎么管你 然后最终都是一个自我探索 我也是进入实验室以后 通过同事领导 还有自我的慢慢的摸索 发现其实我是适合 我不仅有解决能力的一个能力 我也是适合去与人打交道的 而且更适合与人打交道 相对于实验室 所以说我就慢慢的探索以后呢 我就决定了地产才是我 可以不仅又解决 每天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我又可以与人打交道 我觉得特别好 他们刚刚说到一点 就是说自我的一个探索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就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 其实没必要补我们的短板 因为尤其我做了business以后 我才会发现说 哇原来用business的man's side 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发现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 是吧 就是有很多人会说 哎呀钱是问题 哎呀精力是问题 这其实可能都不是问题 我其实蛮想聊到一个词啊 叫做leverage 就叫杠杆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我们要撬动金融的杠杆 我们买房可能就是贷款 对不对这是杠杆 做生意可能是比如说融资 或者可能这是一个 比较狭隘的一个leverage 这样的一个定义 我想听听你们 你们觉得 你们在这个转变和成长的过程当中 什么东西是让你们觉得 最powerful leverage到的 我觉得我是 challenge 启动的 如果这个外界环境 不发生大的变化的话 我是不会想到 去说就是改变我自己 目前的道路 我觉得这成本太大了 而且对我来说风险太高了 是 那我的差点是什么 我觉得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在我还没有来到CS computer science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对它充满了幻想 我觉得这个专业真是好啊 这个钱又多 然后又清闲 对不对 但是等我一进来之后 我发现虽然钱是多 是比别的行业 这个挣的工资是要多一些 但是它的税也很高 觉得这个税太高了 然后我们后面了解到 如果只是拿W2收入的话 你是很难去给自己省税的 我们说你要想赚钱的话 无非就是开源跟节流 开源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想法 那节流的话就是从税这块看怎么省 然后所以我们就想就是去咨询那些专家 他们跟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这个small business 然后去拿1099 1099的话能给你们做这个省税项 对如何省税 其实也是在教我们如何把省下来的税 去进一步的再投资 没错 对省税就是省钱 就是赚钱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 对 像Bill你觉得就说 如果让你在想说 用杠杆这个词来想的话 你会能想到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这个其实是一个对资源的一个整合跟配置 就是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能够提高效率 然后往前走 房地产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其实因为一个人你要做前面的市场开发 你会把家销售运营运营就是实际看房子卖房子等等很多事 然后再加上后期的客服 所有的这一套基本就是一个公司整体的架构 但你一个人做的时候呢 说实话其实挺累的 然后而且呢是相互冲突的 比如说你在去开车看房的过程中有点文件的事 你就是说压力非常大 你说我要怎么办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需要进行一个资源的进行配置 那你像我们这边 我们有后期的支持团队 support团队 你像我以前去带人去把这个房子看完了 然后呢 这个一直到说这个房子大家有兴趣 那我可以在这个通讯软件上马上说 这个这位客户对这个有兴趣 紧接着我们后面support团队 就把所有东西弄完了 客户还没有回家 文件已经给到他了 包括这个房子的具体情况 这样大家感觉很好 但是对我来说我压力小很多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leverage 其实是一个teamwork 就是大家各有所长 把每一个人的专长凝聚在一起 那这一个集体会发挥最大的一个作用和效率 对 又说的这点特别赞同 他说到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总是在想从小被教育的 就是说我们要补足我们的短板 我们要把这个一定要补上去 其实来讲我们的长板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本 对吧 我们把长板拉得足够直长 后面的短板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support团队来去做吗 我们怎么样能整合我们现有手上的这么几张牌 打出来一个组合拳 是的 我想孟希在你的practice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这个工作上 你花多少精力在前端 以及说多少的这个工作 你可以让你的support去给你做呢 对 我觉得为什么我喜欢我们BQ这个环境的 最重要的就是 不管是同事还是我们support的团队 就是大家给相互的支持 给相互的力量 就是非常的强大 然后就让你越来越想一直待在BQ 这点非常重要 转行最大的能力 这些人说吧 就是看这个computer science 跟要转到的这个行业之间的区别 我觉得computer science 可能我们每天就是坐在这个电脑桌前面 然后看着电脑 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学习机器的语言 对我们每天就写那些代码 对跟机器沟通 这点我们很强 对 如果不强的话 你也没办法进公司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要去做一个business的话 你可能就像刚孟希说的一样 就是你要跟人打交道 要学习跟人打交道能力 跟人打交道 跟机器打交道完全不一样 因为机器它没有感情 你要跟一个活生生人打交道的话 你要去了解 你要提高自己的情商 你要去了解人性 对所以你觉得是沟通上 这个沟通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对沟通能力很重要 然后要有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个能力 那就是共情的能力 这个超高级的 这个能力是超高级的能力 然后那个李佳琦带货 他就是为什么一个男人可以卖口服卖的那么好 他就是会共情啊 对为什么女人都觉得 哎呀他讲的比女人讲的还好 就是他就是超高级的共情 我觉得我们经纪人是不是也经常比我逆 我有这种感觉 整个要转型啊 或者这个做其他的一个行业成功的话 呃行动力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想了一辈子 我要转点什么 结果看还是还是在那没有动 原理没动 所以得开始有一个行动 一般我们说就是说 哎我们做点副业赚点钱 呃其实想了半天 然后策划了很多 有些人就去研究书 说这怎么做 那怎么做 哎说的挺好的 其实 但是呢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行动 就是说出来的 呃相对来说是一个理论性的 他并没有实际上的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开始行动 你要赚钱呢 先得问问钱什么味儿 然后有点感觉在行 你怎么能有这个行动力呢 也就无非是两个 一个是内在的动力 或者外在的压力 呃如果没有特别的压力 你说我一定得去干点什么工作 那就得必须得加强自己内在动力 你喜欢这个行业 你愿意这么做 然后你开始愿意尝试 我再这样逐步的才能 呃一步一步的开始 那你说怎么样的一件事 我就我就能发现 这就是我心知所向呢 我是有内在动力的 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核反应堆 一直永不停歇的 永动机 促使我不断的前进 对吧 那有些人是没有这个的 有些人没有这样的话 那可能就要看看 也许是有某一个契机 他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 然后喜欢的行业 然后开始一步一步更多的参与进来做 那另外一个呢 也许有一个环境 带着他一步一步的 开始融入这个环境做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 嗯 是 夏孟欣 你觉得女性创业者来讲 是这个找到自己喜欢的行业 然后从此决定 就是说去 而来去深耕它 这个这个能力上来讲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具备了 比较好的这个与人沟通的能力 那在这个business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还有什么 是你觉得必备的一个条件 自趋力吧 就是对 比喻说的 我们内心必须有核反应堆 就是每天你必须知道 哇 我那个calendar必须要有 我今天得干什么 对 我要一一check了以后 我今天晚上我才能睡觉 就是这种感觉 自趋力 我觉得对我们创业者 还有女性创业者非常重要 是的 是的 非常重要 因为有时候可能 周边的反正都会说 哎 这个事你不能干的 就是说各种的这种质疑啊 什么的就来了 但是你还要determine说 这个事我一定能干成 就是一件不容易 所以你刚才说的 这其实也是反人性嘛 别人都说不能干的 那就是一定得干的事 这就是得好 少有人走的路 是啊 而且觉得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要勇敢的说 对我不做了 就像我是学食品安全的 那我来美国以后 哇 上学的时候一直听到FDA FDA 就是感觉是我们一个神坛的感觉 我想我来美国了 我是不是应该也去闯一闯FDA 对 那我当时想我实验室 我真的是不太适合我 但是我也就完全没有想去 在FDA去闯一闯 我就要和人打交道 我就要进入地产行业这样 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刚才你们说到的 要有一个自屈利 对吧 然后要发现自己的这个爱 心之所爱 对吧 那回头再想 因为我看过一本书上这样写 他说如何发现自己真正的 那个Dream Career是什么 他会说 他说到另外一点 他说到这件事情 就是你 就是没有任何的力 你都愿意去做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 你做了以后 你会身上有非常大的幸福感 哪怕没有成功 你也有巨大的幸福感 第三个 这个事情能变现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还是蛮符合的 还是蛮符合 刚才你们讲到的这些 就是说我们找到 我们自己的心之所向 其实本身这个过程 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 因为 其实你说 如果创业来讲的话 其实是艰难险阻 然后一百死一生 或者一千死一生的 牵死一生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跟信仰 或者这个东西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一个事 其实你甭说一百了 你可能遇到十个困难 可能就已经放弃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 像这你觉得 在你就是做副业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就是说 somehow in the future maybe someday 你会这个转主业吗 还是说你会觉得就是从职业的选择上来讲 是应该就做一个side job就可以了 还是说你会想到说 我要发现我心之所向 一定会自己深耕这个赛道 我也不反感我现在的主业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的主业 它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稳定的一个主业 我们知道今年1月20号 顾客大赛员 那时候赛了一万两千人 有危机感 对 我身边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朋友都被赛了 就是那种无差别的赛员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整个硅谷可能赛了都有22万人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将来有一天不是你来做决定的 就是你可能要被财 那这个道路在谁头上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我自己虽然就是不反感 但是我觉得它并不稳定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找我们的side business side job去做的这个原因 对 你让我想起来一本书反脆弱 你看过吧 对对对 这本书我觉得特别棒 反脆弱 他说有时候就说为什么一个玻璃杯比一个乒乓球要脆弱 就是因为一个玻璃杯从一个高台上掉下来 它一定粉身碎骨 对 但是乒乓球它不仅不会碎 它会弹得更高 这就是说你在面对着不断变化的一个世界当中 你具不具备一个反脆弱的一个能力 所以我觉得刚才你提到一点特别好 就是说我们可能占不了杠铃的两端 但是我起码说我去尝试 我能不能尽量的在杠铃的两端都有我的砝码 没错 是非常好 就是这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从一个employee到一个business owner 甚至说到以后是一个investor 或者是一个entrepreneur 就是这就像我们收入的四个象限 熊爸爸富爸爸那个图对吧 ESBI那个图 其实来讲作为创业者 我也想起较柳 就是说从这个收入象限的转变 它的背后其实可能是思维的转变 可能是你看待事务的转变 也就是说你对事业规划的一个转变 这样一个过程 对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转变 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向外是转变 向内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探索 就是你想要干什么事 或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的一个探索 那很多人可能会习惯于工作 因为这个也有好复比较省心一点 虽然有时候担心裁员 但是呢大部分时间还是说 只要把手头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也不需要太担心别的事儿 当然了在本身公司里面你还是可以爬梯子的 一步一步一步爬收入也还不错 这是一个那有另外一批人呢 可能想尝试不一样的生活 或者不一样的行业 那就跳出来 做职员就相当于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不是说真的是大家是动物 我这是打个比方 动物园里的动物 你有个笼子 这个区别在笼子大笼子小 定时会有饭吃 那另一个呢 就是你有一天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进到野生的一个环境 没有笼子了 你要对风餐露宿或者找个山洞 但是你这样会让你变得强壮 如果你弱小的话就死掉了 如果你强壮的话 可能你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时间 作息在那睡觉 闭点 然后也可能你变得很强壮 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径 但两个不同的路径呢 所对应的你的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这个是完全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对 我这个就要想起来 今年我们有很多经纪人 是从这个其他公司 就是专门加盟我们BQ的 就看到了这个我们BQ这边 开拓市场的这个能力 其实在商场上来讲 开拓市场就是在弱肉强食嘛 对不对 就是在这个丛林里面去厮杀嘛 那可能以前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岗位 可能就是你带人看房 就有固定的收入 或者是说 公司这边可以给到一些这个力的 然后你就拿一个固定工资 但是来到BQ这边 他看到就 我们这边教怎么去做市场研发 怎么去做rending business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培养的路径 这种路径就让 就更加激发了这个经纪人 他的潜能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低估自己 会不会 会 其实人的潜能是无限的 然后我其实也想 这个 echo一下刚才 Bio所说的 就是这个收入向线 它是四个向线 就是我自己的思考 就是左边的两个向线 跟右边两个向线 它完全是 不是一个物种 它不在一个世界 就是左边 一个逻辑世界 对 左边的employee 还有self employee 它实际上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线性的 对 就是一个单力的一个模型 因为你是用时间换的嘛 对对对 就是ax 加b 就是我初中学的嘛 小学学的 然后右边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密次的 ax 的b 子方 指数型的 对它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增长 所以就是说 你不管是 你作为一个business owner business owner 这个罗伯特青 在他的书里面 有明确的定义 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 必须要达到500人以上的规模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business owner 对 那这500人 下面的499人 不都在第一层 它就是可能 它是一个树状的结构 而你要做的 就是管理你下面的第一层 然后你再往下的人 就是靠你下 就是上面的一层人 再去管理下面的一层 所以它就是一个leverage 它其实就是一个福利的模型 然后投资者的话 investor它本身就是 就是讲究福利的 所以右边它就是一个福利的模型 其实福利这个话题 也是我刚才想提到的 就是你刚才提到也很好 就是福利这个事情 它本身就是反人性的 就像巴菲特老爷爷的财富 他在五六十岁之前 那就是一直是一个很低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结果福利展现的时候 那就第一 人得足够活得长 对不对 再一个来讲 你得给财富足够的时间 对 尤其是我们做房地产这个行业 更加是 就说无论你是做房东 你希望你的房子能长出来很大的equity 或者是说你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人 做business 那都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它不会 它不会辜负你 这个时间 怎么能让时间站在你的这边 做你的朋友呢 我觉得就是要早开始 就像比我刚才讲到 就说你就别想那么多 就just do it 就开始开干就好了 卖出地固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想半天这个时间也过了 你想我们的生命也就那么短短几十年吧 对 然后想的太多 你真正在开始的时候 已经错失了很多黄金的时期 所以早点开始也比较好 而且呢 你刚才说的反人性确实是 因为你就算跳出这个舒适圈 自己来做点事 不管是大事小事 其实都是很困难的 因为你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过程 以前没有这种经历 对吧 你要去探索摸索 碰到很多的挫折 我觉得这就有点像什么 在健身房里面 健身房里面就很累啊 流汗 然后浑身酸痛 对吧 但是你说这个我图什么 但是你图一个身体健康 如果你不这样的话 天天吃喝 这个躺着 很舒服 看个剧 多棒啊 但是呢 它长肥肉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觉得就是说 刚才您讲到的就是 我们要给自己一点点压力 就是让自己有一点点这个 Motivation 去点燃自己的那个内心的 那个合动力 对 所以说你这个反人性 我可以换个说法 就是让自己不舒服 对 就是让自己不舒服 这个每天都不舒服 可能以后就是个大舒服 有可能 对 是是是 江梦西你觉得呢 就是说在这个 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教育孩子啊 还是说做business 这个你相信时间的力量吗 我相信时间的力量 我也相信精力是肯定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什么 正面的东西的 对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哎呀我在经历这段事情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我觉得其实只要你认真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回头看 复盘一下 这段精力必然是会给你带些 有力量的东西的 对 是有时候我就在想说 一个人拥有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我在想想想去 可能如果从狭隘的角度 从买房的角度 可能每一个人拥有的 都是那个公平的贷款能力 是不是 大家不可以去买啊 就是平生撬动最容易的杠杆吗 就是房贷吗 对吧 但是你要往宽处讲 每个人拥有最大财富就是时间呀 对不对 你这个时间能站在你这边吗 你要能做时间的朋友 我很喜欢那个一本书叫价值啊 就是讲长期主义的啊 就是说 时间能成为你的朋友 你想他站在你这一边 发挥他巨大的力量 就要干嘛 就要早开始啊 一定要早开始 就不管就早干晚干都要干的时候 就一定要早开始 对 他是确实有个负利的 就相当于你一开始存笔钱 对吧 利滚利利滚利就越来越多 再有一个呢 我觉得时间它是一个不可再生的价值 而且对每一个人是平等的 因为不管你怎么样 你这个高矮胖瘦 有钱没钱 反正你就是一天24个小时 对吧 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公共的一件事 但是呢 这个时间呢 其实对有些人来说是减法 就是你过一天少一天 过一天少一天 对有些人是加法 就是你每过一天 这个财富跟价值都在增加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刚才那个 我们一直在说的 你是在公司里面 对吧 积累财富 还是你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积累财富 我就说从财富这个行业的角度上来讲 这可能也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了 其实我也是想请教你啊 就说在你看过这么多 咱们不管是同行也好 还是朋友也好的 这个职业发展道路上来讲 很多人可能是在骑律着马 也有很多人说 我有一个主业 我在做一个副业 或者三倍我就变成了我的主业 所以就从您看来的话 如果是说一个人的黄金的创业的年龄 可能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年的时间 如何利用好这么一二十年 让自己在某一个赛道上爆发 或者是说大家能把这个事干得很好的话 你是觉得应该是要走深还是走宽呢 又深又宽 最好了 对又深又宽最好了 但是呢 其实这个深跟宽呀 其实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 因为一开始你在探索 哪个行业到底适合你 我喜欢哪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宽的这样一个范围 就是我可能要尝试 但是不会太长时间 因为一开始我也在探索 因为我尝试过很多东西 一个商业里面各个领域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商业类型 那我并不知道哪个适合我 虽然听了很多人说话 刚才说的什么父母说呀 这个朋友说呀 但是他们都不是我 他们只是给我好心的一个建议 但真正哪个适合我 只有我自己知道 相当于我们吃个菜 我觉得这个好吃 他说他说好吃的 我不觉得好吃 对吧 一个道理 所以只有你自己探索了 你才能真正发觉自己 了解自己 然后说这个行业 我喜欢 那下边一个就是深耕了 如果你比如说 这个一直在各个行业 各个赛道里 不断的切换的话 其实你做哪个都做不好 对吧 所以你不管做哪个行业 你做深下去 其实结果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是说你可以多尝试 就是快速尝试和快速放弃 以及说快速的聚焦 让自己干什么 十米宽 一万米深的事 我觉得总是要 就是你要是想发挥自己长板的话 一定是在一个行业 往下打深 打到极深才可以的 否则做不出来效果的 是的 主要是每个行业竞争太激烈了 大家谁比谁傻呀 都比都挺聪明的 其实 所以靠的是什么呀 靠的是勤奋努力 对吧 然后用时间来验证你所有的付出 很多人会说 我也勤奋努力呀 我也干了十个小时呀 那我为什么还没看到 我那桶金在哪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行业里 有人干十年 然后十年都干同一件事 那我觉得他是干一天的工作 没错 他并不是一个十年的工作 你十年工作是第二天 要比第一天更加进步 每天都有进步 我觉得那才是走了十年 这个复盘的能力 所以你说的这个十年 这个时间呀 它是一个数量单位 它不是质量单位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 看成质量单位 这才能真正比较出来 时间看成质量单位 才能产生质变 每天都要有进步 对 其实这也是福利 是 就是不怕失败 而是 真正的失败 并不是失败本身 而不是从失败中总结 是的 有时候想起来 咱们每一个教育自己的这种鸡汤 经常教育孩子也是这样子呀 说你要写个错题本啊 然后把自己的错误归代一下 下次就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其实有时候觉得 父母教的是对的 是不是 底层逻辑 对 其实很多人说道理都懂 但是人仍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这个话有点丧 对 是比较丧 但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没有行动 所以还是回到比我刚才说的 你知道道理之后你就要去行动 要言行合一 对 真正的扎下根据 就叫做知行合一 对 行动是不容易 非常难的一件事 而且说持续性的行动 你坚持 你一个月如一日 十年如一日 坚持 这个我觉得 大部分人可能 都是往这方向努力的 但是很少有人做到 归金于你有那个核反应堆 对 核反应堆 对 非常重要 这个核反应堆可能 指不定被谁就浇灭火了 然后还要自己想办法 怎么再去把它点燃 核反应堆是不会灭火的 一定会一直燃着呢 对 对 我还想聊一聊 就说像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你们觉得 就是同时 multi task的时候 你觉得最大的cost是什么 也许你work了 但是你这个时间白费出去了 也没有结果 那你会觉得这是一种cost吗 或者是说你觉得除了时间的cost以外 你会有其他的 什么东西是你最大的成本 你说multi task是一直干好几个事 我是讲比如说 他有他自己的本质工作 还要做一份副业 然后还要去take care 小红书的那边的这个 influencer 要面临着各种各样内容的创作 对 就觉得这个 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能multi task的人 我就是干什么就是干什么 我会给自己的时间画块 就是这段时间我只干这个东西 然后比如说一天的时间 然后白天我就不去想别的事情 我就把我的工作干好 然后下班之后 还有八个小时时间 我把这八个小时再分成两段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去干那个 然后四个小时去干那个 就是说我不会同时干很多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对我的脑力 是一个消耗 算力不够 对对对 这其实就学计算机的嘛 计算机就是在那个multi thread 之间切换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损耗 对损耗 我不希望人也是一样的 人脑其实就是一个精密的机器 就是需要在某一段时间内 给自己控出来 就干这个事情 对就干这个事情 对对对 把它干完以后 再去做下一个 对 像孟希你觉得 就像女性来讲 女性创业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我们的cost 可能很多的时候 情绪 是不是 有时候可能会去 控制不了自己的temper 有时候可能在外面受了委屈 或者是在外面已经 已经钢筋铁甲了一天了 回来还要丢孩子的功课呀 或者做家务等等很多事情 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尽量减少自己情绪化 把自己有时候 就工作的时候 我尽量把自己想成一个机器 对 就是我觉得以前有句话 think like a man 就虽然我们是女前主义者 现在不说我们要向男人学习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 男人确实会减少情绪化 有时候确实就是 工作的时候 让自己理智一点 把情绪去掉 就是focus在这个事情上 就不能入戏太深 对 就像你刚刚说的multi-tax 我觉得做multi-tax的时候也是 把自己想成一个机器吧 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写下来 记下来 然后就按照这个事情规划 去做就完了 这我听起来 好像你们说到的这些cost 可能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们看得见的cost 可能都不是真正的cost 比如说你看得见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投资失败 或者他觉得这种财务的cost 或者是说你花费的时间没结果 可能是时间的cost 在我看来 所有能看见的cost都不叫cost 因为它都可以用更多的时间 或者更多的钱去弥补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cost 我觉得就是看不见的 才是真正的cost 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情绪 就是你这个情绪会传染人呀 并且这种情绪 还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情绪 叫什么迁怒 就是我可能在外面受了委屈 然后回来对我的家人不好了 因为发脾气了 没有耐心了 有时候觉得孩子真的很可怜 对不对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 有时候为什么我刚才非常echo这个 比喻说的就不要入戏太深呢 就是要让自己减少一些情绪的cost 减少情绪的cost 就是工作就是工作 我们就把这个工作 跟我们的生活稍微分开一点 就是我们生活还是要我们的生活的 毕竟我们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嘛 对对对对对 看看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示意一下我们 像老板讲那个在深刻一个行业之前呢 你有讲到说快速去尝试一些行业 如果你真的还没有确定你的科业高之前 去快速尝试去筛选 去放弃找到自己真的感兴趣的呢 但是有的时候也会很难非常难 那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就两个如果说两个行业你都喜欢 那你去选择了其中一个 然后你就快速了放弃了另一个 你可能会一直都会很纠结在心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的情绪的cost 老板这个问题应该是给你的 就是在两个比较类似的行业当中 如何取舍的问题 也许这两个行业不是类似的 不类似啊 不类似你也难以抉择是吗 我以为是类似的 我觉得还是这样 就是任何事都是水到渠成的 对你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觉得取舍 我觉得实际到了 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了 对所以并不是说你你认为说 我一定要选A还是选B 你可以开始两个都确实做嘛 然后你肯定会花的时间在一个上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另一个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状态 我希望说是自然状态 任何不自然的状态都会造成你的情绪 我来echo一下刚才Biu讲到的这一点 就是除了你像内穷 因为你刚刚才讲到就是像内穷 就是看你到底自己喜欢什么 对吧 就是像内 那我觉得可能你在比较的时候 像内那我就是一个本我 那我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我就这么多时间 我就是这样子了 我也了解我自己了 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应该去向外求 向外求什么呢 这个行业有没有遇到你所谓的贵人 有没有人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给你指点一二 能让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比较快速的起步 并且做出来成绩的 还有就是说 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个比较深耕的土壤 这个土壤足不足够给你足够的养分 让你这棵树能快速的生根发芽 这是绝对不一样的 我相信一定不一样的 像内求也许你没有答案 你觉得这个我也爱 那个我也爱 这个也是我想盼索的 那个也是 但是像外求就绝对不一样的 因为不同的赛道 以及说你接触的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老板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coach 不同的mentor 给你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从外求上 更加能知道说哪能让你的这个boost 能让你更快的这个起步 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像孟希他其实做房地产行业来讲 并不是很长的时间 但是他做出来非常优秀的这个成绩 我觉得今天我们请到你非常荣幸 就是说能看得到就是平台给到他 以及说整个资源给到他的一个 一个起步的这个boost 对 好呀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Sofia有没有 我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孟希 我不太知道你的经历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inspiring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你是怎么样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的 我觉得就是自己内心首先要喜欢 然后还有就是就像刚刚Sindy说的 那就是客观因素 你要找到一个属于你的群体 然后跟到一个你觉得你喜欢的 比如说我们的老板或者领导 然后他不断在激励你 然后把你往着 就算内核再大的人 我觉得也需要一点外界的推力来推力 然后才一路才走上去 我觉得就需要找到这样的团体吧 或者是引领你的人吧 虽然我觉得我们经纪人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行业 就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也就像很多独立的经纪人 他也要找coach 什么Tom Ferry这些 就一直每天在听课什么的 我们需要有人在引领我们 他们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身边都不发 有些两三个agent 就是每个人身边都有这些两三个agent 那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竞争之下 能够有一点心理建设 好像不被他们这种打败这样子 就是有一点心理建设 有很多很多种办法 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就是拿我的例子来讲 我在想 我就会直面这件事 就是比如说刚才Sindy说的那个 补短板 补短板这件事呢 其实我觉得我是要补的 拉长板是要补短板也是需要的 就是直面自己的短板 就是哪不足就是不足 那就事实就这样 没关系 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终于发现了这个不足 对吧 总比不发现的好 所以我面对它 然后我就改变 对吧 需要改变什么就改变什么 所以刚才Pamara讲的这个 如果说做心理建设 我直面我的心理 直面我的不足 或者直面我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挫折 然后那我就想办法这个不足 然后一步一步再做一次 那再做一次 可能再受一次打击 没关系 那我再做一次 我看过小红书上有一个校长 他是一个高 就是带这个高中的一个校长 他说 他给家长会上说 他说呢 只要这个孩子呀 他不是在中考和高考 不是这两个考试 任何一门考试 他都只是一个检查 我就讲的太对了 他说干嘛给孩子这么大压力呢 就是说一个 只是一个检查嘛 检查你月考周考 就是检查出来说 这个知识点你可能没有掌握好 那把它掌握一下嘛 他只要不是高考中考 决定着你这个人的这个 走向的这种考试 他都是浮云 他都是在帮你做检查 刚才回到刚才Biu讲到那边 就是说 你又 只要你不是真真正正的 在跟客户 在做一笔交易当中 犯的重大的错误 只要不是这个 只要在平时当中的 任何的一种锻炼 它都是一种检查 我就觉得 你的心就可以放下来了 不用给自己太多的 过多的压力 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干好 我怎么样 它就是一种检查 然后我听到很多经纪人说到 今年是一个不太容易干的一个年份 这个经纪人的生意普遍都不太好 那贷款经纪人就更加不好了 看天吃饭的行业就更加不好了 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去干嘛 打磨自己嘛 对吧 这个冯唐那本书上写的 手里有刀 心里有佛 该磨刀的时候磨刀 该杀敌的时候杀敌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只要把我们这把刀磨得快快的 任何时候时间来了 时机来了 就是由我们发光发热的时候 然后另外我还想再echo一点 就是说 我觉得经纪人 尤其新经纪人啊 空杯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多去学习 多让自己倒掉一些自己过去的偏见 或者是倒掉过去自己的一些身上的ego 然后让自己能容纳一些新的东西进来 有了这个过程以后 再增加一个什么呢 叫做配得感 就是说很多人经纪人会觉得 哎呀我可能现在还不够ready 我还不太行 这个有一个客户来了 我诚惶诚恐 我怎么样 你要增加一点自己的配得感 就最担心就是说 哎呀我没有record 我没有这个过去的交易记录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都没有成交过 我怎么样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是从零开始干的 每一个人第一个case 他也是 我也是 每个人都是呀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 要给自己做一些足够比较强的心理建设的话 配得感是第一个 你要让自己有配得感 那配得感来源于哪呢 我觉得可能要smart一些 没有record又怎样呢 我可以跟别人组team呀 那可能我现在没有record的 他有啊 孟希有啊 我可以我们组成一个team 一起来服务这个客户好不好 对吧 但当你去愿意去做一些profit serving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会收获一大批的帮助 以及说你的舞台和你的眼界就会更宽 你就不会觉得这条道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走 其实很多人都在你身边 都是你可以调配的资源 一个多小时了 这个意犹未尽 再次感谢孟希的到来 再次感谢这百忙之中抽空 来我们BQ这边做你的这个分享 我觉得非常inspiring 很幸运跟各位大佬交流 我也是想open my eyes 然后跟跟就是比我优秀的人 然后聊天 我觉得就是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个人的成长 然后今天也是咱们可能都是跳出舒适圈 就是真的落实到我们的主题 其实就是Cindy之前在我们群众员发了一个几张图片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就是从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到自己的舒适圈的边缘 然后在这个边缘我觉得是成长最快的 恐惧圈 舒适圈外面就是恐惧圈 对对对对 然后再往外就是就更高的成长圈 对对对 就慢慢破圈嘛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破圈不断破圈 不断打怪升级超越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说谁能我的目标是超越谁 其实就是超越我们自己 能超越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对 确实 谢谢 谢谢各位 Cindy 谢谢Bill 谢谢姐 好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嘉宾的到来 然后再次的感谢便利基线的观众 关注我们硅谷地产园桌派 如果你们有想聊的话题 欢迎私信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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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